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讨一些香港近日发生了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真真正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我就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一些事情 或者政府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不好 大家大马一番 发泄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我们作为香港每个人 在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或者你是当事人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相信在香港最近报纸 都大肆讨论了 我手上都搜集到 三十几份这方面的文章 我们最近曾韵权就已经有一个新班纸出现了 那我们都想看一下 人家都说很多多方面的评论 认为喘得好不好啊 那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新班纸对香港会有什么作为呢 那这个和我们香港出路一向的作法有些不同的 因为我通常我们就不是对付对事对人的 我通常有某件事发生 那我就了解那件事情的问题在哪里 还有有什么更好的看法 那但是我也都知道 那很多新班纸里面 过去都有些业绩的 那我也都想看一下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岗位 派得好不好 那我相信呢 在我们嘉宾里面 王岸然应该是这方面比较最熟的了 那George Ho也是刚刚回来 在澳洲回来不是那么久了 所以对香港这方面的 就是每个各类的政府的要员 或者政治人物所作所为 我们都可能不是太熟 那金铭园呢 是我们的香港传媒工作者 也得我们香港近后大行动的荣誉干事 那我们今天就就这个题目再看一下 那我想首先请王岸然 现在有些什么人在呢 那每一个人你预测他们的 就是对他们所选的岗位 会有些什么做法呢 他们过去的作风是怎么样 从而可以看一下 如果一开始要整个lecture 就很沉很沉很沉很满的 很自由谈谈就行了 就是说 节目一向我们是针对事严 不是针对人 但其实是事在人为 如果你说 几年前的沙士 不是杨永强 可能完全同色 所以人同士有时是分不开的 就是你的新班纸 所以全世界都这么着紧 看着这个新班纸 就是这个新班纸 香港这么久了 那么多问题了 又新时代了 现在又有新作风 等了几个月了 一出来 香港那么多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也说过不少 就是这么说 教育、医疗、政治 解不解决到香港的问题 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最少是 医生你最熟的了 譬如周安国 其实他应不应该继续的呢 他应不应该继续的呢 由你最熟的一件事先说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段长时间 我们其实过去都有经验 就是曾经请过在医学界 或者在立法会担任过 立法会议员的医学界的代表 我们经常都希望 就是说 很多问题 经常都这么说 在表面 我们经常都讨论 世界上很多问题 经常说来说去 说完又说完又说 几十年都是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继续讨论呢 很明显 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 我经常都强调 为什么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呢 很明显 我们根本都不了解问题 到底是什么根源 在哪里 我们往往在问题的现象 表面去探讨 从来没有心目去想一下 到底我们说的是什么问题 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香港医学界代表 曾经在香港医学界代表 都问他 第一关我说 到底我们的问题定义在哪里 而且问题核心在哪里 你记不记得 我们讨论了好几次 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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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两三句 做得出 通常都会比较准确 第二 知道这个问题 那我们问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 有什么原因 什么环境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第三 如果我们知道问题的起因 当然解决的方法 根本是 顺利而出 但我们香港很大行动 经常有第四部曲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帮助这个问题解决呢? 这个跟外面一般,我们经常遇到的时事节目或者讨论是很不同的。 我们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如果真的了解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复杂的。 还有,我们要解决它,就是要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 在某个程度上,我的立场是说,选什么人不是太重要的。 因为我们经常想选一些聪明的人,我们在香港就会倚赖这些聪明的班子, 将香港统治得更好了。 我觉得,全世界聪明的人出现过,聪明的政治领袖不断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但大家可以看到,人类的前景,人类的原装是越来越差,一点都没有好过。 即是说,在某个程度上,我都不是希望这班新的班子, 他们的过去业绩会令到香港怎样好。 其实我的底线就是说,很多事情是要靠我们香港每一个人自己做的事情。 我记得星期三,我就去立法国那里,参加了一个中医界两个协会做的一个所谓的请愿行动。 当时我们也提出了一件事, 其实真真正正的,我们是不可以靠这些所谓立法局里面的所谓大哥、大姐帮我们的。 真真正正的,要解决香港问题, 是我们每一个香港的中医界的人士,自己站出来做一点点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的更好立场。 但是虽然是这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报章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评论。 我都纳过大概有三十几份。 基本上很有趣的。 我觉得譬如有些报纸,我们一向认为是属于左派的报纸, 他们似乎很满意,很赞扬这个新班子, 有魄力,有承担,选得非常之好。 例如李刚先生说对特首三八月,绝对有信心。 曾显子,曾显子。 他都说这个新队具了魄力。 很有趣的。 为什么我们一般觉得是日左派的报纸呢? 他是很正面看整件事的。 但是真真正正有些深入的评论是其他的报章的。 是不是什么原因他们会这么开心呢? 是不是因为。 很明显。 这是中央拍作版肯要的名单。 国家政策一定要支持他。 左派当然跟这个官方的立场。 一定要赞,不能谈。 过去一向都是这样的? 其他班子过去会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责班子是要通过中央任命的。 如果中央不拍板,怎么办呢? 这么多届都是这样的。 三次都是这样的。 三次都是这样的。 就来三届。 过去他们是不是都是采取这个立场呢? 选出来的人都是很加许的。 一定是的。 就算是捅白白那时候。 就是做得这么差都说他好。 是。 那你这个是中央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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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他一定是支持的。 是吗? 那你说深入的就。 那我最主要是金界的特色。 是一个公認的左派。 更加不能够多声气。 是呀。 曾德成。 曾德成。 那你怎样看呢? 是呀。 因为上次你和我都私下都有谈谈。 那说真的来说,我真的不太懂得香港。 是呀。 是呀。 原来呢,全部都在说,他是一个一向做事很低调的人。 是呀。 那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他就是香港人。 那可能是应该是出自一些左派家庭。 即是所谓的公文阶级的家庭。 那是年轻人的家庭。 那就是暴动的时候。 那刚刚中七了。 那就是读聖保罗。 聖保罗书院。 是呀。 就是那时候。 聖保罗南校那个。 是呀。 高才生。 那他就在华峰国货庭工会。 那他就拿了一些传单。 就回到学校里派。 给一个英国人的校长读他出来。 是呀。 那就报警。 那当时的校长是英国人来的? 是英国人来的。 读他出来。 那就是被人逮捕。 大埔。 坐了两年监。 坐了两年监。 真的坐的。 都不是坐得舒服。 没说早点。 好似都有。 总之他是正正式式要坐。 那现在的标准看当然很过分。 你派全单有多大件事。 不过在外国做政客呢。 你坐了牢就相当多了。 那他现在都很香。 所以就是。 我自己在网上写一些搞笑的比喻。 他如果做了局长, 就长毛买请员。 帝封信。 你什么时候轮到你呢? 就是了。 他直接说, 哥哥你也很厉害。 坐两个礼拜监。 我坐两年了。 轮都没轮到你了。 他真的有本钱。 他这个本钱是很重要的。 整个左派这么多。 三十四十年来, 一直是很小心培养他。 没有令到他有什么不妥。 甚至有些敏感的, 不用他说。 直到今天也是。 他好像顶正过一个很重要的左派的編辑。 他? 他? 大公布嘛。 大公布。 他的上司也很想识他。 但是呢, 他顶正过了。 那时候, 他试过被中央整理他。 做了十年。 他就是忠于党。 因为忠于党, 就顶正过上司。 那罗夫有写文, 他还赚他。 大家都是色英雄中英雄。 他一定是英雄。 总之, 都认为这个人可以。 我最大的震撼, 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个人就是下任特首。 我们未来十五年都是姓曾的党家。 很明显。 真的很明显。 我最遗憾的是, 全香港的报纸都没有说的。 即是没有人敢。 即是直无这样的远见。 或者是怀疑也好。 或者是猜好。 这个就是主任特首来的。 可能是怕建光死吧? 但当时是没有。 你所知道是没有。 没有。 我特意来星期一到星期三到我一篇文出, 我日日用Wise News看, 所有评论增得成的文。 有人暗示下有人问过记者会。 有人问过, 他只是说绝无此事而已。 是不是下任特首是你? 当然是说没有啦。 但当时记者会, 即是三思十二稿, 梁尚那时, 最主要问, 唐英联和曾俊华, 你们两个最大严满。 即是问他们两个。 当然了。 那些八卦就追着他们。 因为这两个位置, 好像是重要的。 两个是政务司司长, 另一个是财政司司长。 司长只有三个。 所以三个司长都是说, 如果特首病了, 之类之类, 即是Acting, 即是接梯主任。 但你说下一任是五年后, 谁跑出, 就不能说得准。 其实局长也是很重要的。 问题是为何要找他? 我也是看报纸的。 我也是说过, 当时邓小平, 有提过, 将来的香港治港班底, 应该有一部分有左派的人物, 维护中央和中国的利益, 但不能太多。 他有这么多说过。 是的, 有这么多说过。 我回到香港不是很久, 但我在加拿大的认识, 很多时候,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很多时候, 有很多问题, 争论出现。 就算是中国这么多年, 几千年历史以来,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 都是很难控制的。 很多时候, 好像当时, 安市之暖, 安乐山, 小施明, 那些, 终于打他。 即使清朝时, 都是很多这样的事情。 好了, 到现在,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力量不太强大。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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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势力, 大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因为现在胡温, 不是上海帮, 跟那时江泽民, 是两回事。 好了, 现在, 我自己的推察, 现在胡温中央政府, 就是, 他, 很想, 有一些, 其他地方政府, 抗衡, 上海地方政府的势力, 阻大。 那, 香港是一个好好的地方来的, 即是,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好好的旗帜来的, 不知道, 黄卿有什么意见。 即是, Josh, 你的意思就是, 中央插支旗在那里。 有多小是这样的, 即是, 要来抗衡, 上海这个势力的阻大。 即是, 这些自治区都很强的, 蒙古那些, 在中国里面, 不是一个, 是一个长远存在的问题, 但不是一个影响到它稳定的问题, 但香港是这样的, 在香港问题大很多, 相对于上海来说, 就大很多, 上海换了一个市长, 调他两调, 那你就控制了。 但是, 正如我所知, 中国政府, 中共里面, 党派之争都是很重要的, 即是, 现在还是很多, 即是, 了解得多的了, 例如, 江泽民那时候, 就是上海邦, 上海卫, 那时候, 是很大的, 好了, 现在, 江泽民退了之后, 他要培养他们自己的势力, 那现在, 我相信, 他是利用香港这个金融的地位, 就是建立中国人民币, 在国际之间的地位, 这个是, 上海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 他是很不想上海, 得到这个机会, 上海没有这个机会, 有可能, 但是, 他都很想做, 但是, 做不到, 但是, 就是, 他, 有机会, 他就要入的了, 但是, 胡温, 这一派, 就很想, 香港做这一份东西, 啊, George Sir, 即是, 虽然, 中港就融合, 但是, 我们这个节目, 香港出路, 都是要说香港会好些, 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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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治港的班底始终来说都没有一个好的出现 因为他找不到平衡出来 没有一个班底是大家这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 不像以前港英政府毫力一下,个个都跟着你做 如果你能够找出一个班底,一个平衡,能够个个都接受的时候 香港就容易管治很多,香港出路就好很多 这是最理想的,行不行就不知道 我不是很同意把整个香港前途寄望在十多个人身上 这个香港出路一向都很强调 这个是以前的人经常这样想 你上次也说过,也是旧世主好皇帝 玩过好皇帝 我觉得地球上的好皇帝都出现过 旧世主都所谓都出现过 但问题一样存在 很明显 其实在我们很几前的节目,人身的意义都提及 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仁慈主宰的神也好 有一个公平的神,一个慈爱的神 我相信要公平一定不是派一些聪明的人 将我们救出苦海 摩西也出现过,耶稣也出现过 但始终都未解决到 因为公平的安排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些事 一向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的 将来我们就不要再寄望有些什么聪明的人走出来 当然,如果那些人真的太阳阳阳阳阳 尤其是我们今时今日的政治气候里面 前一段时间也有人提及过 我们香港现在的政治风气是很难令人安心在我们做事 我也经常都说 譬如我们现在的政治气候就是 选了一个人上去 敌对的人就过去看着你 何时行差踏错 有什么事就叫你下台 你的思想,什么人都好 如果你走上去之后 周围的人都希望你下台 放这些负面的能量给人 你是做不到事的 我经常都强调 香港出去经常都强调 我们不要再用这些心态 这些心态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台湾也是这样 香港也是这样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所以那些敌对派的人 大家都是这样 希望斗到你死我活 说来说去都不说出那个问题在哪里 是吧 那呢 刚才王岸言也提及了 我们在私下间也有讨论过 我也不知道 出坊间传媒 没有人说出一点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为什么想到他会有机会 将来是安排 可能成为将来的特首呢 你根据哪一方面来做这个推测呢 整个形势看 我会看 我们香港这么多问题 在中央是怎么看的呢 一直以来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们香港人觉得 那样子港不够 民主也不够 政府也没有认受性 香港很多本地问题 官员的能力也不好 我们觉得是这样 如果我抽空 我当是中央去看呢 我就觉得不是 是我控制不了很多东西 即正如刚才说 大家看到 香港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出现呢 有一小时 那些官员 那些人一起去虚 要推下来 没有权威 国内不会有这些现象 以前英国人管都不会有这些现象 他觉得香港其实是管不电的 即是很难管的 除非他直接控制 那他直接控制 其实最好的做法 都是控制 林保佑 这个一定会引起香港很大的抗拒 但他一定是向那个方向去想 还有整个大小都知道 其实迟早要开放多些直选 开放多些那样 甚至有特首可能逆选 他如果不安排自己的人上去 做这个位置是不致的 现在整个政府 3-12局 其实只有一个真是左派 就是曾德成 那你想想 他在中央的六角度 其实他是相当不放心的 我估计 其实明年会再多一个就是曾玉成 因为很明显 孙明阳不是会做五年的人 是完全是临时顶着位置先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做立法会议员 又做局长 他是要辞职的 其实早前已经传了很久 曾德成会做教育局长 但后来又不会 一个政治考虑 因为你辞职 即是一个人 一个对一个的情况 就会跌到民主派那边 那左派就不上 但他明年就会换屆 他已经说了不选 不选 不选之后 他不做议员 那会做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教育界出身的人 是 对 因为大家虽然不太熟 香港的教育界 但有能的人多得狠 比如陈介南 教育学院长 陈坤二号 做行政会议 教育界有政治经验的人 其实很多 能力更多 那就没理由找一个 孙明洋 他自己都说 自己不懂 不知是什么事 不过就说 不知为什么找他 但他辞职 但他辞职 你知道曾班子一出来 见记者就说 这是年轻专业能干的班子 但你放了一个63岁 应该退休的人 这个是不解释到的 如果他做完 你知是六八岁 他有什么理由 一定要找他 他自己都没有遇到 可以做多一会儿 很明显 其实他是押住的位置 等明年曾玉成 不做立法会议员 再选举之后 再加上 那就会再多一个 甚至可能再多一些 中央完全信得过的人 社会局是怎样 很明显 如果曾德成没什么事 做这五年 民望又多好 中央可能调调位 可能叫他去做公务员事务 可能叫他去做教育 或者其他位 调调在局长里面 做都没有问题 口碑不错 那为什么不是他呢 五年后 跟正苗红 正式左派 完全安心 他做 当然一定会有很多香港的本土力量 反对 但是当局定了之后 他说了一句很精净的事 存在决定意识 那些人的意识 现在就是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但以前的人的意识 不会说我不喜欢这个 港督 大家都知道 不能换 不能换 这个人派什么来就什么 所以他一旦存在 那些人的意识 就会遷就他 可以的了 这个制度 走了几百年 他一定会派个好人 然后就给他一些期望 其实如果这个制度转了 是一样的 到时那些人说 是 整个香港都是香港人 不过 第一个一定是中央临头 当你接受了这件事 你就会转了 意识感也好 大家 happy 大家安心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都看好他 能够有一个政府班底 是可以个个都接受的 因为现在个个都可以 不接受 即是曾荫权 因为他都不聪明 他都不聪明 然后很挑剔他 即是他的存在 没有什么特别基础 就会被质疑 但将来如果说 存在基础 就是 邓小平 除了说 他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 现在整天都拿出来说 一定要爱国 爱港的人自说 这个标准是空泛的 但原作用这个标准 签了很多人 民主派有一半人 可以签出 王兄你的意思 即是说 在这五年 插了一支旗 做过小 去到五年后 这个人 即是中央插这支旗 你令到他 没有办法 即是其他人 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 去做特首 而他是可以栽培到他 客观环境 即是等于曾荫权 好了 比如董建华不做 你找谁去做 虽然那个不是 但客观环境 即是曾荫权 首先要给客观环境 他 是的 意思 是不是这样 即是这样去到栽培二 去到 四年后 咦 都没有什么 哪个上得位 那些政务官 咦 又不是很出得位 不是很担得大旗 这个可以 即是 是不是这样做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直选 差点没用 全民直选 是差点没用 不是 如果你做到一个小 你都要选他 我甚至下班 直选 有直选 真的没用 不可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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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要选择 直选 这完全是假象 看怎么选 即是一个形式 即是好像当时 港督来的时候 要坐船过去 这个形式 没有 即是譬如 你当时 你当时 如果有直选 你可以选 你谁可以选 最多就是 陈方安生 就是他 即是他最重要是 不要紧要你怎样选 不要紧要你肯定 选到谁 是的 他能够有把握 就可以放直选 其实不是很天方云淡 嗯 不是很天方云淡 他还有几个艰卡 而香港人 就存在了决定 才知道你不选 你便不用选 所以现在政客也知道 你跟他争有没有用 跟美国 美国选总统差不多 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 选来选去 都是两个 美国和台湾 都是金决定制 即是有钱人去选去 所以香港不是这样抄 好了 那 大家 網站听众 我们希望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打电话 和我们一起聊 我们的电话是21341134 电话号码是21341134 或者可以用ICQ的形式 留个言 让我们知道你们怎么想 ICQ的号码是439457249 ICQ的号码是439457249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 然后数分钟 我会再和大家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好了 我们少休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我们今次的新班子里面 我们对他们有些什么期望 我们由他过去的业绩 可以想到将来香港的政坛上 会如何发展 和香港的出路会如何 我们也希望大家 有空打电话给我们 和我们谈谈 我们的电话号码 就是21341134 ICQ就是439457249 好了 刚才我觉得 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 就是曾德成 因为我们早期提起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突然之间 有这样想 他可不可能 他已经被阴选 准备将来 是香港的特首呢 我就想一下 我听都没听过 但说真的来说 董建华 我以前都没听过 不知道是什么人 光总 走过去 握手 是的 突然之间 出现成为香港的特首 所以想一下 我们过去的经历 其实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实 咦 7月1号 就职典礼要 睁大眼睛 看看 胡总会不会 握手 握手 好 但始终我对曾德成这个人 过去做过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他做过什么 我应该大约 大约都不差了 他八二年左右 他应该是左派教教书 原来是做记者 记者 记者 新万部 应该是八年代尾 就做大公部记者 总之他差不多在三十年 就在左派的报纸里面 做不同的职位 做到编辑 他一路做总编 一路栽培他 其实大家就不需要看他没有Degree 因为Degree 不是很多东西 而是他的学文根基挺好的 左派有培训 上科学书有那类东西 他应该是能力都不错的人 不会重点栽培他 回归之后 不声不声就放在中央政策组 这个我是最大质疑的 当然 有些人评论过 刘少佳 中央政策组的主任 炼月曾 写个文 离开了 但他在信部有写 看他以前介绍他 他那本书里面有介绍他 评价很正面 李平坤 张胜是很副主任 但我说他很厉害的 这个人 读了两个MASTER 两个MASTER 香港U 这么大把 就不要读学士 一读两个 一年而已 你知道MASTER 我自己就奇怪 你想想 刘少佳那些是正教授 所谓 他要出甲级长老才可以 其他李平坤那些也是 李平坤那些也是 李平坤那些也是 做过信部总编 他也是正式学者 但这位中央政策组的副主任 全职副文 两个MASTER 就是跟我一样 两个MASTER 不懂事 如果你说 读了一年 读了两年 大学那么简单 不是很懂事 如果读了两个MASTER 那是谁 曾德成 他是做副主任 一入有做副主任 当然副主任 不需要学问很好 不需要学术 但比如你做什么工作 如果你做公关 或者管理角色 就是联络一些学者 你寄一些报告 因为这个中央政策组 是一个帮政府做社会政策研究 背后可能判很多project 叫大学做 当然他自己 比如刘少佳一看就知道 你的学术水平 你做研究行不行 所以他应该有几个 学者去决定的project 尊德成没有能力做这件事 判你的project好不好 因为你都不是学者 是 你有两个degree 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聘请一个这样的人做 我就回想 九一九二 彭定康偉所 董建华进行政会议 都是很低调的 是 是 大家讨论了 九一九二已经讨论了 这个人接的 即是中英讨论了 你跟香港人说 最低调的 那 有个 直接看回来 就是 当日一早就放入政府 叫做政府的位置 你跟行政会 有接触 跟顶级官员有接触 等他在这儿 服侍 以他的学历 没可能 香港你问 有两个degree的人 有多少 但你做到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 学术上有能力的人 因为你要负责直接去 審核那些报告 即是那些研究 判出来 政府判很多钱给大学 给私人机构 做这种政策 那样政策研究 那个政策研究的水平 行不行 你都是专家才看得到 我们看不出 我们只是说 那个报告很漂亮 但他是亂说 还是怎样的 这不是专家 你怎样看得出 但你有什么理由 找曾德成一个 普通的 有大学位的人 最多的水平去做 当他可以做其他事 他做好像经理 他做联络 做公关 是可以的 但给他去做 很明显 不是叫他去看学术水平 而那个位置 是叫他去看学术水平 是 他变相 放在政府里面 已经放了十年 权力核心 权力核心 放了十年 要拿出来用 嗯 即是我看 如果你看回头 原来 是深远的 是深远的 是深远 怎样都要放些人进来 嗯 都是老字 你说现在就决定他是不是 我猜就不会 即是你在中央 我是领导人 我都不用看看如何 先看看你真是表现 即是喜欢看看 他自己也要考考一下 他的能力 是 他会不会说错误 不像刘淑书 那样就不行了 像罗云昭 那样就不行了 但是他有一个 一般人没有的机会 是吧 而这个机会 很明显是一个建制里面 提拔出来的人 就并不是他在街头 做民主派 那样的 算不算 这个人是很普通 做下一任的特首 低调 曾六成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曾六成两兄弟也是有机会的 不过现在 香港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 有这么多派系斗争 有没有可能 平暴清雲 无灾无烂到公兴 应该是很难的 都要看看他的实质表现 不会无灾无灾 你不表现就不行 你想表现好像 好像罗饭招勋 李国章 那样也是死的 那些人 那些人能力上 是不应该做局长 其实那些是找错人 那些不可以做准准的 孙明洋那些 他又做不到事 你想做事那些 就猪头捺牙 孙明洋其实不是太差 不过他的运气 不令到他没有机会 即是他的运程 即是他的机遇 就像教育改革 你根本是 如果你想推行一件事 就肯定死 不是 不一定死 你聪明就不死 就是罗饭招勋 李国章那些不聪明吗 又死了 李国章我就说不聪明了 罗饭招勋摆错位 如果他做保安 就会几好 李国章做医生就很聪明了 但王兄 现在整个新班子 大多数都是公务员 十个 十五个人里面有十个 相对前朝 原来十四个人有八个 都差不多 比例更多了些 因为你多了一个局 十五个人比例更高了些 即是公务员治港 嗯 嗯 我呢 反而是 曾蔭 曾蔭 是 不懂得在外面找人 即是他的识件 令到他找不到 即是找不到 即是找不到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问题 你初步看我就不是很乐观 第一 他的班不是他选 中央实足曾德成 这个已经不是你选 中央说不要给曾俊华做政务司司长 都欠唐议员 这个又不是你选 对不对 到时 孙明阳本来都是 撒一撒一撒 你找个在外面 比如找程介 程明 他教育很有识 其实很多学者是 适宜做教育局长 大学校长退休 但他不会 找个最不识的去做 为什么呢 那又是安排 即是如果我分析没错 他安排定 明年 各位交给曾俊成 如果多了曾俊成 你想想 这个是不是曾俊平的班底 打虎不离亲兄弟 那些不是他兄弟 曾俊成都是两兄弟 评论呢 他说现在很明显 他的班底里面 很多是政府里面的 那些政务官出身那些 那些 那会比较上 跟他合作得好些 那既然他都认为 他那个政策方面 已经很清晰说到 那就只希望有一班人 乖乖地跟他合作做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用这个基础去看 他认为挺好的 是吧 就是不会有很多 里面的反对声音 又要和他 就要磨练一番 要大家 就是搞熟杂 那所以有些人 在这个角度看 就说挺好的 这次的班子里面 就是他可以和他 乖乖地执行 做些事 不要搞那么多其他的 不徒的见解 那 那 那就是学术 其实美国有些什么 总统是真的 是学术界的人 其实过去来说 都不是很多 是吧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学术学者 其实没什么所谓 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变成他这样的背景 以及他 就是他坐过牢 你知道世界上 很多政治领袖 都坐过牢 这个是一个好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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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起码他知道 一些 低下层的人 或者你 坐过牢的人 最少见过牢犯 一起生活过 政治压迹那种 不是说你 还有其他 不过 六七年的时候 在香港 在 医生在 我还在 那时候 你记得 其实死了多少人 我亲眼看到 就是 那时候我住在 李敦道 对面 现在的公园 就是兵房 我亲眼看到 就是 英军开枪 打到 一个人的 不知道 在哪里 那些同伴 就是揹着他走 我亲眼看到 那时候 我骑到 小孩的时候 其实 我真的有个问题 我就不明白 我这些代人 我想 阿金也是 其实好像有多少 一定是反共 我 我经常问 为什么 就不会亲共 是负面的 是负面的 那些阻滞 是阻滞的 为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 就是因为暴动 经历过 放波罗 放波罗 你经历过 不是 我经常听 小时候 我经常听 那个 林彬 林彬那单 我经常听 那单 放火 很负面 那一年 其实死了五十多人 整件事 五千多人被捕 整件事 有几百人是坐牢的 结果 亦都是 放了五千多个炸弹 其中有千多个是真的 一千五个 是爆了 就是引爆我 爆过 一千多个 一千五个 你试索一个社会 在几个月内 七月八月到十月 十月二月 是爆了一千多个炸弹 每次都爆 我小时候就是 在那里封了 在那里封了 那里封了 专家来了 在那里拆 在那里封了 有几个专家 爆了手 爆死了 爆死了 也有的 在那里封了 其实这件事 整个 我就不满意 曾德成 那些人说的好事 如果我做记者 我一定会问他 你怎样看 左派的角色 他随其算 他现在 过了四十年 我想算算 我们那些 十多岁的时候 现在都五五六十 再过了二十年 就过了 他想过了 但是 如果你有看书 这件事 左派 是欠缺交代 对香港人 一个道歉 因为他现在 你看这几天 很云象 我看到那些报道 那些评论 全部都是新一代人 准备平反 暴动 左派 他们说平反 死了那百多人 即五十几个 那些人 有十五个被炸弹炸死 那些全是普通市民 清华街梁姐妹 那时我记得 他们真的很想乘机 叫街坊 来收回香港 真的很想 你有本书 张卫国写的 香港人应该看下那本书 其实当时整个左派 就是因为上面文革的 文革的时候 你们知道什么 新蒲光花厂 开始罢工 开始的时候 大公报文庫社论 是批评的 是蒲政府的 要稳定的 等于66年 骚亂骚手忠 那些 其实都是那些报纸 是批评的 不贊成那些人这样做的 左派开始是很低调的 是没有去支持那些罢工的 是真是公益运动 就是一个罢工抗争 欠人工 但是后来 因为66年 后来因为国内文革的事 香港的左派 决定进去 准备革命 学务本一二三四兵 造成一个既承的事实 其实当时的左派是很兴奋 以为可以 入主香港把牙器 结果是斗了一个半年 其实他又惨 香港人又惨 其实香港派是一个动员力 有万多人 上街每天扔菠萝 每天扔炸弹 扔玻璃瓶 斗了半年 他们当然也很惨 当然也很不人道 那时候我们听过 左轮的黑 华探长 进了监房 弄到你伤势 喝头发水 那类的东西 很多左仔是这样的 另外 他们很多人是失业的 从此 因为巴士不请你 电车不请你 那些工人是要左派 让他养个大半世 每个公司养了多少个员工 很多人是半生的事实是没有了 因为那件事 因为参与报道 好像有出电影都说这件事 刚刚还在拍摄 但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是说一个左派的家庭的租业 什么政权 什么 九龙城 我记得有朋友去最近看 我告诉你 他说原来当时 王秋生 王秋生 是 他在一个左派家庭里面 他为了左派的理想 来斗争 当然 遭遇了很多事情 被政府排阶 成为黑名单 将来他做事有就业问题 影响到儿子 是的 他儿子又影响到 他老婆又好像很可怕 他里面又说自杀了 即是外国很可怕 但你要这样看 多惨也好 他们自己定性 不要管了 历史就是成亡败寇 将来定性可能是外国 外国反英抗暴的一场斗争 他们现在想定性 但是你要知道 你对一般人来说 多正义都好 即是 你现在有个死亡运动 是很正义的 只不过你要杀三十个人 那三十个人 五十多人死了 那几十个人死了 那几年 香港经济是大倒退 西流率到百分之四十 七年代初 即是香港人完全受苦受 那你一般人对左仔这么厌恶 这么歧视 其实是因为 那件事 是你弄出来的 即是你左派弄出来的 即是整个斗争的 一定有很多仇运 战争就没有公道 即是 港英一样 是用凶狠的手段 对待他们受了负 但你们受了负 和普通小市民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我说他们 其实是欠缺了一个道歉 对香港人 就不能说那件事过去算 即是过了四十年 不等于那件事就没有了 所以在曾德成来说 如果他们不解决 这件事 其实也会想到 为什么香港人普遍反共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香港人的意识里面 是很重要的 不过香港人有没有提出 要他们道歉 不是 不提的 港时代过了那段时间 跟外国人有点分别 不会提的 即是大家都不提 其实现在是不提的 但是 如果你一提到 即是你说执政 那样 这就会面对的 就会炒出来的 要炒出来的 因为你要定性 历史怎么看呢 香港很有趣的 香港历史博物馆 又没有说六七年暴动 当没有发生过 虽然这些是相同事实 但是 喂 我们那一代 我闻到 吹雷弹 我曾经闻过 在历史图看着 整堆人在那里打架 即是我是见过这些事 我住北角 那天 去登陆新道成大厦 直升飞 头顶飞过 我早上叫醒我 接着打到来 原来不是 港英去 风华风 这些事 很多老一代 其实都不是很老 我们那一代的人 是很清楚 傻老 我有个朋友最近都移民到澳洲 他以前都是在政务署做的 他都说他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他去到澳洲之后 他就开始看很多资料 他就认识了当时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你香港要知道的很容易 你去图书馆看那些事 没有人会看的 很奇怪 很奇怪 跟外国人比较 真的很奇怪 比如说 加拿大 加拿大和美国 因为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有运过日裔的加拿大人 充公了所有财产 到最近几年之前 每人都赔2万元加币 都要道歉 道歉 2万元加币 我老婆就差一年 本来有2万元 差一年 我大二就有6万元 你可以说 我老婆都被人玩过 他当时在肚子里面 应该是有份的 不过 迟了失神 anyway 到了人头税 现在又有道歉 那时500元加币 500元那时可以设置一间屋 只是中国人 好像最近加拿大那些土人都向他道歉 红番 要道歉 几百年前的事情 要道歉 因为你正式的历史 他做了之后 就安心了 有个Clear Conscient 他意思是 我已经道歉了 It's over 但是 中国人就没有这件事 不要管 不要再说了 王兄 你都不要期望 有个教导 我也不太想说 如果他 我作为评论员 我就追到他 追到他 可以 你不解释这个历史 我真的经历过 到时 他真的做特首 那时 你可以加码 喂 阿曾特首 那时 那样 你有什么选择 可能需要 可能不需要 可能都不会发生 Anyway 在这么多资料里面 其中联合组报 原来是新加坡报纸 亦都有提及 因为我们知道 梁振英下 他是行政会议的 趙杀人 曾经说过 香港 现在政府的官员 或者局长级 司长级 人工与私人的机构 还差一大距 所以说 他很难招募 一些人来到 从政 或者帮香港 在这方面做些事 原来 曾仁权在囚组 新班子的时候 按照年轻、专业、能干 这个标准 他一直都希望在商界里面挖角 原来他曾经接触过 几位商界的精英 包括 国泰航空的 陈南鹿 中信丰泰的 范洪凌 他说 都不成功 因为商界人士普遍认为 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态 很 企刑 当问责局长的风险太高 纷纷远转拒绝了特首的邀请 所以 最终 我们敲定的班子 绝大部分 都是政务官出生 原来背后的原因 都是这样的 我想是 有了事实找个理由 你觉得未必是这样 那学界里面 就是学术界呢 他当时想着商界 对 就是 不会没有人的 这个世界 只不过 曾鑫群是喜欢找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出生 我也同意 他喜欢找公务员 他喜欢找 那找了 就拼了一些理由出来 外面找人 他也不教 他经济 经济事务部 就是 陈嘉强 他很开心 做 你不要理他人工 其实是不会的 你做过 政务官 他不只是 政务官 他只是局长 你出回商界 你真是一个大的 二十几年 就是 你等于 做医生的学师 你不能说 学师这么低人工 没有人肯做医生 所以有另外一份报章 有信报的 《财经新闻》 有一位徐永 他有讲及 关于这件事 他说 我们不要只说钱 不要像梁振英说 薪酬不够 难以吸引商界 我要想想 要能够服务社会 那个机会是无价的 很多时候有权力是很大的 所以可以说 是无止境 只说赚钱 就不应该去赶科场 我认为也是 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 香港地方 很多人赚很多钱 但我经常感觉 一生里面 能够有些机会 做些有意义的事 是不是很多 医生 让你做医官局局长 你肯定吧 医生你的事业 就是你赚开的钱 很多人不肯 那当然 我想要医生一定行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说 你可以赚过多少钱 我始终经常感觉 香港赚钱的机会是很多 我亦都家里面的 很多新职朋友 都觉得是 没有什么经济的问题 但我经常强调 有一个机会 让你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其实这个机会 不是经常有的 例如在香港 我会推动医疗改革 在外国 我会推动医疗改革 好像我这样的人 有很多 有能力做这些事 有很多 但香港我可以说是第一个 暂时都没有人敢做 对我来说 一个机会做一些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 除了赚钱之外 如果让我来到掌管香港的医疗方面 我认为我可以做一个模式 令到全世界都要跟随 因为我们的医疗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真真正正 一步一步去了解问题的根源 我们是很容易解决了 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多 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政治的风气 即是所谓的 K型的政治气候 就是这样 每个人就是希望别人下台 别人上台 别人上台之后 多方面就是希望他 或者是敌对的政派 我觉得其实问题 每个人上台之后 都不会差到哪里 如果我们每个人 肯做一点点 帮他忙 那有什么问题 解决不了 就是Doctor 如果你真是曾荫权 拜你那套 找了你去局长 我想你的下场 是跟哪个人分享 不是罗范招勳 是我们上任财政司司长 梁錦松 大哥 人家二千万年生 做了二百多万 难道人家贪你这些钱吗 是 对不对 那我没事的 不就又挂你这些东西 贪你那些 贪你那些 买车的那些 是 有时想想一下 真是挺可憐 我始终觉得 罗范招勳说得是很对的 如果我们香港的 K型的政治气候不改 其实我们什么班子 都是无用的 好了 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会继续讨论 其他的香港预见的问题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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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